今天對中東和平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日子 以色列總理拉賓和宿迪巴解領袖阿拉法 在美國白宮互相伸出和平之手 為以巴關係揭開新一頁 當日以色列外長佩雷斯 和巴解執行委員會成員阿巴斯 在全球見證之下 簽署以巴和平協議 實現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帶 和西岸傑里科有限度自治 韓國同學 和西岸傑里科 在和平之 encан 熟悉了